天哪 菜也太贵了吧 喂 喂 你们 你在哪儿 这楼下新开的西餐厅呢 告诉你消息 我们家拆了 我已经都成熟了 十万四十万 我现在找你啊 好啊好啊 我咋不知道我家这么有钱呢 我现在是拆药袋了 我还是这个 服务员 把菜单给我一下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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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招牌的 我都要了 宁美 你怎么到这么高级的地方吃饭啊 哥 你快说说 我们家为什么好多东西就猜了 来 宁美 你看我和你这双人同志房子 现代城市风四层双人建筑 这超一线的视角位置 开窗就能看到一线城市风景 便捷的城市共享摩托 还有还有啊 重点来了 以后被杨敏揍了 出门走几步就能去附近暴躁丧失出去啊 怎么样 宁美 哥 你说我们在拆房子就拆这个啊 对啊 宁美 这些都是你点的 哎 我突然想起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就不配你吃完了啊 哥哥哥 你们的奶茶好了 哎 这不是当初我们的帮花凌妹吗 现在在这里当起了服务员 听说啊 之前还是个千万网红 现在会成这样 你别这样 当个服务员和她不也挺配的嘛 嗯 别吃了泰色 告诉你 这家奶茶店还是我学长开的 她要是知道了我们在这儿 肯定给我们免赞 嘿 你这做的啥呀 这么难喝 还愣着干什么 再做几杯送来啊 这副球线就给你们重做 哥 学长 你怎么来了 看你家服务员把我衣服都弄脏了 扣她一个月工资 衣服脏了 可以洗掉 人心脏了 一辈子都抹不干净 这么久不见 你还是这么咄咄逼人 忘了说 正服务员是我们妹 你们说客气点 拿着来茶 赶紧你看 哥啊 走 给带你吃吃好吃的吃 好嘞 来来来 安静一下 让我今天恭喜你会出院 大家一定要想去院长的能力 早日康复 你还记得你当时为什么来医院吗 因为我害怕猫 一直都要私底老鼠 那你现在还认为自己是老鼠吗 我就回来 看来你是完全康复了 你可以走了 妹 我知道你什么了大家 现在常来看看 院长 我不是在行这个 我知道自己不是老鼠 可是 妈我知道了 妈我知道了 你妹妹的出头发 我决定真正的 看看你妹的差什么呢 上当了 上当了 你妹 你干嘛呢 有完吃饭了 你妹 你怎么还没来吃饭 哎呦 你们 都等你三个小时了 在我吃饭 鸡腿没了 连饭都不吃了 不像我妹啊 我不吃 哎呦呦 你怎么了 什么 怎么牛皮鞋了 哎呦 我怎么 哈哈哈哈 那是真的 哥 我跟你说件事 我今天掉头发了 我刚刚穿我异常 我没几天了 哈哈哈哈 嘎人你还笑 哈哈哈哈 哈哈哈